各位漁友下午好 現在來介紹一下店內現有的漁師 目前看到的是三色的卵鱗 卵蚊絲 這個大概在17公分 這隻頭有就很飽滿 然後這隻是身形比較高深的 這隻是中規中矩 再下來這個是黑熬犬 頭柳比較短的 頭柳的那個 柳非常的發達 整體看起來非常的壯碩 再下來是 高品質的 紅白跟櫻花的框尾流金 每片非常的大片 這個養大會可以到 身體跟尾巴可以到1比1 這邊也是 這邊這個有 熊貓基因 跟紅黑的 這個也是熬犬絲 再上來這一方是 這隻是20公分的 長身型的 藍獸 紅藍獸 那這是麒麟短尾絲 然後裡面還有混一些 長身型的熊貓 紅尾絲 然後還有紅黑總尾絲 在這邊 外面這一隻是 屬於蝴蝶尾的紅黑絲 尾形式翻轉尾 非常漂亮 它這個是 這個可以叫做元寶絲 原生的 再過來 這邊是 台產的羅漢絲 頭柳非常發達 裡面已經都看不到了 這個還有一隻 也是頭柳非常發達 很像花羅漢 點著一個頭腦在上面 下面這個是水牛 跟龍頭都有 已經改的分不太出來了 那這一缸是比較大隻的 這一缸有在13-14 然後再過來這個是 那這邊是 這一缸是比較多短尾絲 那紅白是非常的 對比非常的強烈 非常明顯的 紅白 不是那種橘紅色的 再上來 這些都是比較原生 巨種的 它頭柳已經長得非常好 以這種蝴蝶尾為主 有的都有老爹的下巴 這隻就是短吻絲 這隻 這隻身形非常的漂亮 這隻身形非常的漂亮 那這一缸是公的 這隻非常完整 個人非常的喜歡 這個頭柳非常霸氣 這隻大概在17公分 那再過來這一缸也是 這一缸虎翻比較多 這一缸是母的 也是這種蝴蝶味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在拍魚 下來這一缸是紅白的寬尾 寬尾跟短尾都有 這一缸尺寸大概在14、15 那下面這邊是比較小尺寸的水牛 跟龍頭 大概在12公分 這邊剛剛下午有單獨拍 然後那過來是台灣蝉的 這是蝴蝶裡短生的 短生的比較適合跟金魚一起混養 因為它活動能力不像正常身體的那麼好 所以它不會亂衝撞 那這個仰大 騎片也越來越大越來越遠長 那這些身型都挑過人 都還不錯 那上來是紅白的寬尾泰絲 這隻有點像紅帽 然後裡面還有最後一隻黑的 然後也有這一隻陸直斑的 這個表現都相當不錯 上來這邊是短尾的原生巨種 個人非常喜歡這一隻 後面那一隻 比較高深的 它頭流目前有一點點還沒有很發達 這隻非常漂亮 這個奶油口的綺麗 有兩隻 這隻也非常漂亮 它擺非常的擺 今天就介到這邊 歡迎大家週末來店賞魚 我們在台南的西港 直接Google搜尋愛魚坊就可以了 就可以直接到這邊 那我們假日營業時間是 早上10點到下午7點 歡迎大家來店賞魚 掰掰